我們現在來使用用車鑰匙遙控特斯拉 這是今天剛啟用的功能 我們先把車子鎖起來 接著長按鑰匙的中間鍵 它啟動了自用駕駛 那我們按往後 車子是在移動中沒有錯 它確實是根據我設定它移動生時光分就停下來 我們往前移動看看 它進行不明原因的第一道 這是在車內進行的自動駕駛的 用鑰匙去遙控召喚特斯拉 我們到時候再試試看車外的狀況 然後再試試看車內進行 你可以先形容一下 穿著高血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